对侯友宜来讲 新北市既是本命区 也是防守区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整个新北市侯友宜的选票基础 受到柯文哲的侵蚀以后 他在这个区域的优势逐渐上市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1月3号新北市公布了这一次的选举人数 侯友宜是新北市长 他所公布的数字里面 说明新北市有340万选票 手头足4万 这个是全台湾唯一最大的票仓区 对侯友宜来讲 新北市既是本命区 也是侯友宜的防守区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整个新北市侯友宜的选票基础 受到柯文哲的侵蚀以后 他在这个区域的优势逐渐上市 这个时候 赖清德、萧美琴、蔡英文加苏贞昌 各位要知道 苏贞昌曾经担任过新北市长 就是台北县长 蔡英文跟朱立伦曾经选过新北市长 再加上赖清德曾经一度想要选新北市 但是他还是选择在台南市继续连任 那赖清德本身跟新北市也有渊源 因为他是新北万里人 再看萧美琴 好 再看萧美琴 萧美琴的住宅也选在新北市 所以这四位在新北都有经营的基础 为了抢全台最大票仓的新北市的票源 赖清德、萧美琴、苏贞昌跟蔡英文 在1月3号就在新北市进行造势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国民党方面 国民党方面是赵少康也选过新北市的立委 就是过去台北县的立委 也拿到全台湾第一高票 侯永宜是新北市的市长 朱立伦是新北市的两任的市长 那只有马英九 马英九他是台北市长 但是他的活动区域现在几乎都放在新北市 加上一个韩国瑜 韩国瑜曾经是新北市中和区的立委 所以我们看 萧、赖、蔬、蔡 这四个人 1月3号进行大造势 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了 马英九也陪同新北市的立委 参选人不停的扫接 那侯永宜一方面从嘉义回台北以后 他就在新北市回房 那朱立伦也频频在新北市活动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组 对照组等于是PK赛 所谓的PK赛呢 这些人都跟新北市有很多很大的渊源 谁能够拿下全台的第一最大票仓的话 谁就可能 成王败寇 所以我们现在来解读一下 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频频禁出新北市 民进党在苏贞昌时代输了28万票 在林家龙时代输了45万 将近46万票 从这些票数可以看得出来 按照道理 国民党在这个地方是有优势 结果呢 现在问题来了 从过去的季度你来看的话 国民党的优势 现在被三股势力拉扯以后 就是人为劣势 第一个就是柯文哲的影响力上升 他在新北市的影响力上升 那柯文哲就侵蚀了 侯友宜的票源 那第二个 原本过去支持侯友宜的某些地区 因为选情的变化 反而投入了绿营 反而就投入到了绿营 这是第二个对侯友宜不利的 那第三个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现在赖萧沛的支持度 居然胜过了侯友宜跟赵少康 这个是令人非常讶异的 就是因为这三个因素的相互消产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有决心拿下这个地方 因为他拿下这个地方以后 只要民进党在这个地方 拿下新北市 未来的政治连锁消息会有三个 第一个 赖金德跟萧美琴两位当中 极有可能会培植下一任的新北市长 就是下一任的新北市长 可以这么说 如果国民党一败 那这个就变成了民进党的囊中部 第二个 只要1月13号赖萧沛胜选 侯友宜在新北产 满败的话 民进党要寻韩国瑜的模式 罢免侯友宜 掀起解决新投资换 所谓新投资换 就是指侯友宜 这是第二个变化 那第三个变化 就是民进党可以攻破 全台最大票仓 就证明台北 桃园 新竹 这个地方如同骨牌一样的 就会开始发生变动 这个变动不是国民党可以掌握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谁能拿下新北市 对国民党来讲 除了攸关成败 还要付出政治代价 这个政治代价就是罢免侯友宜 不管能不能罢免成功 只要民进党运作的话 对侯友宜来讲 这个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那第二个效应 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 历经 周锡伟 朱立伦 跟侯友宜 就是历经 几任的 市长连任 牢牢控制 新北市的行政权 从此以后要大权旁落 要双手交给民进党 这个是对国民党来讲 是难以承受之重 那第三个 新北市 一旦被民进党攻破 而柯文哲 又顺势 倾夺了 国民党原有的基础的话 在双重压力之下 未来的新北市长的产生 对国民党来讲 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所以我们看选情 不能去看他的得票率 或者投票数 而是说 这个地方 对于每一个党的重要性 它的政治效应那是什么 是大家必须要考虑清楚 最重要的是说 国民党一旦丢失了 全台最大票仓的时候 它所付出的政治成本 好 超乎大家的想象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